疫情当前,台南市府却有两名公务员 目前还滞留在三级警告的冰岛跟土耳其 台南市长黄伟哲震怒,要求两人即刻返台 因为这两名公务员在出发之前 无视主管极力劝阻执意要出国 如今返台,还有居家检疫14天 严重影响公务 让黄伟哲料重化,将对两人的年终考机从严处理 台南市府拼防疫严格监控进出人员体温 就怕病毒走上门 但如今市府内却出现防疫株队友 在3月13号的时候,在出国前 他的长官一直劝导他不要输 不过他说这个是他的权益 而且他用他自己的休假 这里让我们听了就三条线 你们公务员只要变成这个防疫的极限风 不应该成为防疫的株队友 全球疫情失控,各国相继沦陷 但台南市府两名公务员 却分别在6号到冰岛杜蜜月 14号到土耳其旅游 吴市主管极力劝阻 结果17号两个国家都被列为三级警示 两人被要求即刻返台 但执意出国影响公务 接下来还得居家隔离14天 黄伟哲震怒要对两人年终考机从严处理 他这个时候出国那确实会到造成我们的整个公务员力会有受影响 隔离期间我们要求不能去领一万四千块的隔离津贴 这些代班的钱好不好我们要求他自己付 我们的考机也会这个严肃的出力 担心公务员啪啪造成为防疫破口 黄伟哲也料重话 即日起台南市公务员 出国一律不准假 执意出国者返台后净领补助款 隔离天数扣抵休假 代班费用自付 要人民公仆为自身行为负责 记者黄夫琪一条人报道